少一點那種所謂動感的感覺 就像我揮拳 他會出去就是說 他必須要抓住某一個 比如說頭部或者是拳頭是清晰的 可是他旁邊的味道會很無調 那樣的他就會出現一種所謂感 我們照片有時候所謂的閃警或燈 他就會出現一種所謂動感的東西在上面 那像旁邊這個的話就是說 他那個快能非常快 你可以去拍出一個瞬間的那種 的一個感覺或者是一個 就是把一個時空突然就這樣 明止住 那這兩個東西差在哪 就是說那個東西是突然被定格就不動 可是你這個你會覺得他好像 好像還在延續 透過照片他們就攝影師 他透過照片去呈現一種 所以我意思是說有時候 就拍照片他有不同的 不同的所謂的你想要表達的 的作用 所以你會去有不同的一些所謂的方式來做 然後另外一個拍照的話 我會覺得說像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你要很明確知道你要拍什麼 不管你要拍指示性的東西 不管你要拍情緒性的東西 但是千萬不要拍 拍那種包三包 就是 反正我就先按了 我就先拍了然後再講 可是當你現在一天拍的時候 你來的時候你不是去當最好的東西 那這個 不過這個到時候拍的時候我還是比較喜歡 整理的場景 OK 你看 你這樣拍的時候你感覺不出來 到你這邊 這邊是你想要給人家看什麼 當然知道一群人在這裡 可是當這樣的時候你就看得比較乾淨清楚 這是那個 在北投那邊 有一個貧土組的那個土地公廟 然後 等於那個 哪一個學校要把那個地要要回去 然後那個廟要拆掉 然後等於是當地的居民上就不願意讓他拆廟 所以站在那個 神壇前面保護 然後那個警察就來拉 所以 有時候對於一個照片而言的話 他就是一個 一個主題 這個裡面到底想要不要發生 那其實攝影機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一個cut 你一段錄影 你到底這一段錄影你想要不要發生 然後 攝影機的話 他會 你可以透過當然剪輯的方式 去把很多的 不同的color去湊成一個意義出來 這是主要的主題目點 OK 那 這個部分 大家有什麼東西想要講 或是可以去聊聊 好 我朋友 呃